哎 我觉得今天我真的是大饱眼福啊 那所有在英雄联盟圈当中响当当的美女呢 今天是极其了 那我身边的这位虎妞呢 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了解她 来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虎妞 为什么要叫这个ID啊 这个ID其实有一段历史的 是当年其实帮别人打过一场恩怨局 但不是这个游戏 然后后来被刺为名叫大虎神妞 然后就朋友们比较亲戚了 就直接就称呼虎妞了 最后就叫我虎妞了 好吧 对于我这种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真是不太好意思关你叫虎妞 你知道吗 那我想问问你就是 你现在也是一直在玩这个英雄联盟吗 对对对 我现在也是二十大的语言 真的吗 给大家介绍 对不起对不起 是第一十大的语言 那你是什么时候 这回的是要参与到解说里边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一次主要也是因为 第一次有这么大的舞台吗 你是想过来多看一看啊是不是 多学一学 因为有很多高手也在这里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有没有你很喜欢的选手来到了我们的All Star呢 中国的选手我都喜欢 但是国外的选手有一个我最喜欢的 就是欧洲的战队嘛 因为我是打野出身的 然后我很喜欢很喜欢M5的那个打野选手 对 哦 确实戴门奖的确实特别帅 是那种大野的男生 其实帅不帅跟我没关系 倒是 对 他打野的风格实在是太欣赏了 那你这几天也可不可以来到我们的All Star现场咯 对的对的 都会在的 嗯 那太好了 那也是希望呢这个 我们的虎妞呢以后能够越来越好 那在你的这个平台上能够展现更多属于自己的东西 谢谢你 哦 谢谢大家 谢谢 关注GTV 关注All Star 大家好 我是TGS的虎妞